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Ethan 那没有错 我今天的场景和曝光 都是完全和之前的不一样 没有错 今天是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场地 特意租了一个在洛杉矶市中心的场地 来录这一期的节目 那这一期叫做Ethan思防化 思是老司机的思 那这个节目主要我的目的是想邀请 我在行业内的朋友或者是同样是摄影专业的up主 来我的频道 如果是乱七本地的就会来到现场 如果是国内或者是其他地区的 我就会用连线的方式来跟他们进行一些访谈 我每一期都会想一个和摄影有关的主题 或者和艺术有关的主题 然后邀请这个人来进行一个面对面的讨论 那这一期作为第一期我也邀请到了我的好朋友 也是摄影区的一个up主 Nick 来到现场 嘿大家好 我是Nick Ezzy在后面坐着 对 Ezzy听不懂 Ezzy听不懂 Ezzy在后面坐着一头 一头雾水 那Nick他最近 你从8月份开始就没有更新吗 对 歌王 为什么一定要指出来 那你现在要借此机会跟大家来解释一下 为什么没更新 最近之前确实有挺忙的 有很多拍摄 然后之前也搬家了 我从Northridge搬到一个叫Burban的一个地方 之前也是请了Ethan哥来帮我搬家 大家应该也看到这个动态这些照片了 最近这段时间也差不多基本上忙完了 然后后面也有很多很多其他计划 有很多制品要拍摄 肯定会去回到这一个日常更新的这么一个状态 所以谢谢大家的谅解 好我们先不要尬聊了 这个地点都是按照小分钟收费的 所以我们赶快开始 我们今天讨论主题就是在2021年 或者快即将到来2022年 我们买微单还是买电影机 作为这种独立的电影人 我们会主要优先考虑Sony这种微单 还是VNPCC这种相对来说便宜的电影机 但如果你有钱买Red也没有问题 你也有FX3 然后也用了一段时间的VNPCC6K 包括我也是一样 我用VNPCC也很久了 用A7S3也有一年多了 所以我觉得我们两个是很有发言权的在讲这个 那包括这个问题也是很多 我发现群友在问的问题 到底是S3或者FX3 还是VNPCC这种电影机 我先不cue这些东西 你先来讲一讲你大概的一些看法 然后我这样子我做一个比分 就是我会在我的纸上写Sony或者是VNPCC 每一项的得分我们都给它加一分 然后这样子看一下哪一个最后跑分是比较高的 OK 好那你能想到什么 你可以先讲一讲 你用的这样的时间有什么感受 对我对于VNPCC和Sony它的分类 就是一个就是比较看你的实用性 你是更追求你的实用性 还是更追求你的画质 首先Sony的我觉得Sony的优点就是第一 就是它这个Ibis 就是它完全就是可以直接手持 然后你如果你喜欢就是稳定的这个画面 你就直接单兵就这样手持就可以了 而且它的这一个相机大小也方便 你可以放在这个稳定器上 RS2上面或者放在任何车拍 或者那个Total的Flow这些 你都可以直接就轻松就放上去 然后一个人去平衡这稳定器也方便 那VNPCC反过来当然就是完全就是没有这一个机身防抖 然后这一个相机也太大 然后它这个形状放在这个稳定器上面也很难 所以说的话就是如果你是单兵 而且你追求的就是那种比较稳定一点的 比方说你拍婚礼 客户追求稳定的画面 那VNPCC确实就在这点上面 会处于劣势的这么一个状态 当然其它它的劣势 有它的这个在画质上面这些优势就去弥补了 当然这个就是另外一个话题 但首先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这一个实用性 还有一个我觉得也是要特别讲的就是自动追焦 以Sony为首的V单 这种人眼追焦超级厉害 包括现在有动物眼追焦 所以这个目前来说是VNPCC 我觉得是没有办法达到的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很大优势 就是现在Sony都把那个CMOS做成全画幅的 所以全画幅的也是对于景深 还有一些拍摄是有些优势的 像现在VNPCC6K Pro也就只有到Super 35 所以相对来说在CMOS上会Sony会更有优势一点 好像我们现在讲的都是Sony的优势 对不对 不过怎么说呢 就是我个人觉得就是说这个自动对焦 就我个人他觉得其实就 也不能算是完全就是一个大优点 其实其实还是要分类你这一个用户的 这一个使用它这个方面 是吧 就比如比方说如果我是准备寻找一个相机 来拍一个短电影 我是完全不会去用它的自动对焦 因为自动对焦你在拍电影的时候 比方说你要RAC FOCUS这些那些的 自动对焦它也会有鬼畜 对 然后它也不能很精准 就是我宁愿去更相信我自己的这个手 当然就如果你要拍婚礼的话 自动对焦肯定是非常非常有用的 所以就怎么说呢 就是还是要看你的用法 你的项目的规模 是的 所以这个可以说是Sony的优点 但是也可以说不算 就是说如果你为了想买个相机 你的后来后面的目的就是去追求更好的相机 比方说你后面想追求RAD 后面想追求Ari 那即使你用BMPC的话 它也是在锻炼你的手动对焦的能力 对 你要是太依赖这种对焦的话 那你后面你可能真的 你说我以后就想想上去一个更好一些 想去拍一些更好的一些更高级的一些广告 那到时候你可能就上不了手 是 你就不会不习惯了 所以说BMPC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也不能说是算是完全一个缺点 然后我这边还有Q到几个点 就是屏幕质量 这个没什么好说的 就是BMPC完全的碾压Sony 哪怕是6K Pro一开始有点偏蓝 但是总体来说我们用下来的感觉还是BMPC更好 那是那肯定了 然后我再谈一谈这个购买成本 这个也是一个单兵很需要考虑的东西 那这个我觉得也是完全6K Pro 稳赢 对吧 因为本身机身就便宜 然后再加上 加其实也不能算很便宜 就是相对来说比Sony 像A7S3 FX3 A1这种会便宜很多 然后规格我们就不谈了 因为规格的话 现在都有各有各的优势吧 还有就是配件包括镜头 因为现在目前6K Pro还是用EF卡扣 所以镜头还是相对来说 会比F1卡扣来的便宜很多 但是可能画质上来说的话 因为现在基本上各个厂商的重心都在微单上 所以微单卡扣镜头 所以基本上这个EF卡扣的镜头 我觉得慢慢的 我觉得迟早有一天Sony这边微单的镜头 会超过单凡的镜头 其实对我其实觉得 这E卡扣的已经差不多了 因为我是很希望 就是Blackmagic 他们起码用上RF扣 因为现在最大的问题 我对这个EF扣最大的问题就是 你不能用转接环 转接PL扣镜头 我用Sony的话 第一它全画幅 第二它E卡扣 很简单 就直接E卡扣转到PL卡扣 就可以用PL卡扣的电影镜头 就会方便很多 EF的话 对 就你要买 比方说要买东正的 你就必须得自己改装 或者直接就买EF扣的 这样子的话 那你其他的用上Komodo 用到其他的 有其他相机的话 那就很麻烦 好那我们再讲一下续航 那续航这个绝对是Sony 那肯定 就哪怕这个6K Pro 它已经就是升级到了 相对来说更长时间的 大概一个小时20多分钟 但是我觉得仍然 我记得S3 我很少会完全用光它的电脑 但是好像我用两个小时 超过两个小时是没有问题的 是啊我自己出去 需要是带BNPC的话 有警车 在洛杉矶警车声音正常 这个GTA5不是游戏 是纪录片 尖叫声 没关系 我们不管警车 我们就继续录 那续航肯定 这没什么好说 Sony 我要是带BNPC出去的话 我一般这个口袋里面放三四个 这个口袋里面放三四个 然后但是我心还是 你知道还是不是很自信 还是担惊受怕的 但是在Sony的话 我两个电池就完全足够了 确实是非常好 还有一个就是内置ND 这个我觉得也是BNPC 6K Pro 这次一个很大的升级 超级方便 这个价位 我觉得能到内置ND Sony目前没有办法 Komodo都没有 对 所以所以我觉得这个 也是一个BNPC的优势 非常非常方便 其实对我这ND 我就想讲一讲 就是我觉得大家对这个 6K Pro它会 他们有一个就是误解 就是说大家都会说 6K Pro 其实虽然当然续航那些先不说 但是就是说6K Pro很吃配件 但其实这一点上面 就是说它有那支ND 完全就是可以让你在配件上面 省很多很多力 是吧 你ND 你ND不需要 而且你加上柔光镜 你直接就加上去就行了 你也不需要这样 两个叠在一起 或者这样放 遮光斗这些的 其实对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大一个加分点 然后还有一个是存储成本 存储成本这边呢 我觉得也是BNPC 有非常非常大的优势 我觉得整个BMD的整个公司的概念 就是能够帮你省钱 包括前段时间它降价真的有 它降价超夸张的 它任何的产品有降价 都能跳水式的降价 那个降价太牛 就真的是很良心 而且包括它 警车又来了 包括大家知道一下 我们在这个洛杉矶市中心这边录 这个是属于非常正常的 而且我们旁边就是那个 那个hotel叫什么 西州hotel 我们旁边就是那个兰可尔的那个 就在那 对就在旁边 所以这个事情都是很正常很正常 然后呢存储成本 它能用三星的T5硬盘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 长时间的大工作量的录制来说 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优势 因为在那个Sony那边 一个128G的一个卡 就好贵好贵了吧 是啊 真的我用S3 我都买不起它的卡 好我这个BMPCC这个两个T的 那个三星SSD 这个这个真的是警车疯了 可能是有什么通缉犯 在LA习惯了 你上次不是还开车的时候 见到那个直升机吗 对对 正常 正常 直升机五星 机操机操 GTA五星 GTA都是纪录片 这个没什么好说的 这个我给BMPCC加一份 好然后还有一个讨论 真正的点 机内的文件管理 那这个肯定不用说 Sony微单系列肯定赢 因为BMPCC根本删不了素材 嗯那是那确实 所以这个对于就是临时万一 比如说你是有很严重的 哈哈哈哈哈哈 it's almost like they're they're doing it intentionally 真的要这样吗 要这样吗 OK 好 警察走 just kidding 哈哈哈 OK 然后还有就是 机内文件管理 这个对于 如果有的时候 你拍一个project 你带着BMPCC 你忘记copy你的文件 你是没有办法在片场 现场的管理的 所以这个BMPCC真的 三文件三文件 一定一定要做了 真的是现在 Sony微单都可以做 好还有一个 我们来聊聊这个内录的格式 这个我觉得你 你可以你有很多想做的 BMPCC的BROD简直太爽了 特别是后期调色直接拉到 拉到达芬奇 6KBROD 太棒 ROD因为有12B 所以它的色深 包括整体的色彩信息 都是比Sony内录的10B要好非常多 其实我觉得这几年 从向内GH5开始慢慢的 这个10B特色2已经慢慢的 已经被变成很多人买这个拍视频机的 基本的门槛 但是BMPCC这边呢 它特意加入了12B的RAW 所以我觉得给我们这种 独立电影人更多的可能 而且Sony的机子 它不光是这个10B特 是它的最多的内录 而且它的编码 我觉得也用起来很不舒服 像H265它的这个文件 还算不算很大 但是说实话剪辑起来 如果电脑配置不够高的话 真的是264都卡 我现在剪S3 因为我的电脑其实比较旧 然后它剪起来 我用那个S3的素材 任何的格式 只要是4K 都要转成那个代理 所以我拍我频道的ARAW 基本都是用BMPCC 因为虽然它没有自动对焦 但是呢 它的这个格式 我其实我更常用的是ProRes 因为ProRes 我后期剪辑压力很小 真的是 虽然说它是只有10B特 但是整体的这个剪辑的后期的速度 和效率很高 所以包括我们现在这三个机位 我们都是用这个ProRes 好 然后我们接下来谈一谈分辨率 这个也不用说 6K 虽然Sony的这个有全画幅的微单 但是目前好像有6K超彩成4K 对吧 但是总的来说 最后这个分辨率 如果你需要更大的裁切空间的话 目前还是6K要更好一点 然后再讲一讲 作为调色师最关心的色彩科学 色彩科学 这个我觉得是 就是所有的用BMPCC和Sony会对比的一个东西 这也是他们相差非常悬殊的一个东西 一个方面 是 其实我觉得这个比较有点 当然有玄学吧 你还是可以 就如果你调色可以的话 你还是可以其实调过来 但是当然就如果我们就是纯说色彩可学 那肯定是BMPCC的色彩 简直就是非常舒服 因为我最喜欢其实它的肤色 它肤色就是很自然 而且我喜欢它的绿色 这个是我觉得很喜欢的一点 对对对 索尼的绿就是那种跟葱一样的 那种很黄绿黄绿翠绿的感觉 然后就拍出来 有些画面就看起来很normal很普通 但是你像BMPCC 他拍的绿就饱和度比较低 然后很暗一点 有那种moody的那种感觉 moody中文要怎么翻 就比较电影感 可以这么说 是对它的绿色的解析 对黄色解析 特别是对肤色解析是非常非常好 而它对特别是对Azzy皮肤的解析 就是对白人的解析皮肤 把它可以弄暖一点 比较有点粉色一点 就会看上去 就当然就更加更加舒服一些 对对对 它肤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你讲白人不讲黑人 小心被黑命贵 黄总人也是 黄总人 我的皮肤在搜尼上面看上去感觉有点 就太雅了 感觉有点哑光的感觉 反正我用S3和BMPCC 我的理解就是 Sony史比特的机子 它确实能够调出好看的颜色 但是我觉得对于调色功力 有一定的要求 它的调色的工序门槛是比较高的 你要把索尼的色彩科学 但我是没用过更贵的什么FX6 然后或者是更再贵的9之类的 但是就是以我们消费级的这种 也不能消费级吧 专业级 没有到工业级的机子 它的色彩科学说实话 不用跟BMPCC比 比如说跟佳能比 跟松下比 跟富士比 我觉得Sony的色彩科学都比不贵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很多人 就是他夹在中间就是他可能过了 BMPCC调色的那个水平 但是没有到能够控制好Sony的色彩科学水平 然后他就会有一个很尴尬的 怀疑人生的阶段 就假如他用了Sony之后 他会觉得我明明 感觉调色基础已经不错了 可是为什么我还是调不出好看颜色 所以理论上来说这个色彩科学 对于调色相对来说 不是太成熟的朋友来说 这个BMPCC这边会更有优势 我有管理员他都买到Sony A1了 然后最后他实在是受不了那个色彩 他其实有在跟着我的频道 在学这些调色的东西 可是他可能也是学习时间相对来说短一点 然后就是已经入门了 但是他怎么调就是Sony的颜色就是调不出来 然后他后来买了松下 我忘记是哪一台了 然后就是突然觉得放飞了感觉 所以就Sony要辨证看吧 就是他确实色彩科学不是很好看 尤其是可能肤色会偏黄绿一点啊 但是对于调色的锻炼来说是比较好的 好然后我们再来讲一下拍摄的帧率 那帧率我觉得那还是FXN还是Sony 因为它是无裁切嘛 BMPCC你会裁切 你到60帧这些都会有裁切 好像BMPCC现在六黑Pro没有 4K120吗 我记得没有 Sony它现在4K120 无裁切 就这个我觉得是真的是很厉害 6K Pro的话你想 平时换 你还得有时候还得改一下 你的这个文件啊 格式啊 Kodak啊 有些RAW可以 有些ProRes可以 就要改来改去 对然后包括有裁切的话 可能镜头都要调整啊 是啊是啊 就相对来说会麻烦一点 对Sony就还是会 这些方面都会更方便很多 然后接下来讲一下音频接口 我们先不谈外接的 因为外接像比如说FX3 它就会有一个音频手柄嘛 可以接那个卡通口 XLR卡通口 但是如果是纯裸机的话 包括像如果你不是FX3 你就普通的机子的话 基本上你想用一些很专业的麦克风 卡通口麦克风 就没办法 对吧 就是用外录的录器 BMPCC它有这个小的卡通口 包括我现在频道如果用 我在录音的那个 我主机位的沙发那个场景 我用那个416嘛 我都直接接近我的相机 这样子 因为我频道收音 我也不需要说外录到什么 32bit flow的音频 所以基本上 这个机内的这个录音 我觉得就够了 所以在这边我是 还有一个就是10码器的兼容 就你刚才看我调了嘛 对10码器就接近音频接口 我的时间码都重置了 然后就很方便 那这个好像在 Sony能用10码器吗 Sony没有 没有 所以等于说如果是需要多机位 然后方便对轨的话 我觉得用兼容10码器 这个也算是一个优势 现在BMPCC追上来了 你看 像BMPCC有9分 Sony8分 我们现在来谈一下感光度 感光度没什么好说的 Sony 直接赢 12800 S3 FX3 都是到12800 无敌 像BMPCC超过800 我都很害怕 是 你调到好像1200 都是Duo ISO 我基本上不调 我就把它留到400 你只要调到500 600 它噪点都非常多 吃光的机器 它没有办法像Sony那样 所以其实它的拍摄场景 也是有一定的局限 还是回到原来那个话题 就是看你还是喜欢更实用 还是喜欢更追求画质 但实用的话 Sony这点上面绝对会实用超多 是啊我一般都 64800 1000我都无所谓 因为它甚至2000多 基本上一点噪点都没有 非常非常好 但S3到32649不行 那是那对 直接到1280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翻转屏 翻转屏的话 虽然我觉得6K Pro现在有折叠屏 但是现在对于Vlog拍摄的话 当然没人会用BMPCC拍Vlog 你也可以 也可以 但是Vlog的话 那可以直接就说选Sony就可以了 Sony测翻屏还是很友好的 屏幕很难说 因为要看你说测翻屏 你是想说屏幕还是只是它这个屏幕可以翻转 因为屏幕的话 那6K Pro屏幕会好很多 而且因为而且加上6K Pro 它有那个false color 它有尾色 尾色简直太爱使用了 要不然的话 FX3的它那S-Log3的这一个曝光 曝光你如果有能能在里面有尾色的 机内尾色 那就会方便很多 尤其是比如说你在户外 你太阳很大的时候 像我S3 我还能看我的viewfinder 你那个FX3你就没有了 这个可以放到下后面一个 就是可以再加一个吧 就加上那个 你我们有没有讲的屏幕 屏幕我已经讲了 屏幕屏幕质量 屏幕质量 屏幕质量或者就是比方说爆 我们我们刚驾驾场景的时候 一辆警车都没有 现在现在是怎么回事 越来越晚 越晚 要对对对 市中心越热闹 然后 然后 要加很多钱了 我觉得这个功能这方面 我们可以再讲一点 就比如说一些 是啊 机内这些功能 屏幕这些功能 其实还有很多 其实尾色就算的功能 尾色算的功能里面 或者曝光这些的 功能方面 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 可以蓝牙的连机 像我现在这个就是 Carrie拿着 那个手机用蓝牙 直接控制三台 按一下就可以 控制三台同时的录制和卡 那像Sony 好像他就没有这功能 他不能多台的连机 那我觉得这个 对于一个多机位小团队来说 是一个很省时间 像他坐在那边 看着我的监视器 就可以同时控制三台 因为这三台我不需要摄影视 没有任何运镜 对不对 所以在省事程度上 他这种蓝牙控制 按一下就可以三台联动 这就是传说中的一键三连 哦生华 对吧一键三连 可以可以可以 就是BMPCC作为电影机 他有很多为电影从业者 考虑的一些很专业的功能 那虽然说Sony的微单 他功能 如果论功能的数量 Sony绝对比BMPCC多 对吧 因为他功能更复杂一点 但是有一些更偏向工业化的考量 我觉得BMPCC会更多一点 所以这个方面很难去定义 要不然每个都加一分吧 可能因为他们并不能说 哪一个不好哪个好 就是看用户的需求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菜单的上手难易度 那这个说实话没什么好说的 那就是BMPCC的这个菜单 真的是因为他确实他因为功能 相对来说是比较单一一点 他就是为了电影拍摄而生 虽然说他的价格并不是对于 那么工业化的等级 但是对于一些小剧组或者学生 电影学电影系的学生来说 他确实是很多细节是考虑很周到的 从S3开始 Sony的屏幕变了 你怎么看很多人说很好 但是说实话 原来可能30分 我觉得现在就50分 我没有觉得说有好到那么的容易上手 我是觉得比原来好很多 就比原来的比的话 我觉得是好了很多 当然就是说 当然也不是有像你说 就是不是很简单的程度 还是Sony还是Sony的菜单 再怎么改也是那样子的菜单 因为他设置的细节太多了 因为他很多的功能要做 而且他可能针对的 会是一些民用的用户 他可能需要把一些功能做的很简单 比如说包括像之前ZV1 他推出的快速的虚化和清楚背景 那个说实话就是一个光圈的预设 对不对 可是对于专业的用户来说 根本不需要这功能 可是他毕竟是民用的机子 消费的机子 是 所以他就得加上这种噱头型的功能 确实对 虽然优化 但是还是跟BNPCC的菜单没法平 所以我现在就直接在给BNPCC 那现在他们分是平的 还有什么 我觉得可以讲曝光 曝光因为Soc3 大家就是特别是 也是在我的粉丝群里面 大家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 Soc3不知道如何去曝光 因为这曝光确实是很 比较玄学这么一点 用白马线 用那个Histogram 但是又回到这个尾色上面 因为BNPCC只需要用一个尾色 就基本上就全搞定了 而且它的曝光很准 它的屏幕曝光很准 所以我基本上在这种室内 光比不大的情况下 根本就不需要用尾色 就直接看着画面 所拍即所得 基本上不会有差异 是是是 你套上那个拉的话 但是说实话 我是有点不能理解 为什么Sony要做这个什么 向右曝光什么 他就直接把他的测光表做成 正常曝光不行吗 为什么一定正常的时候 是要多报个什么1.7之类的 就是很少吧 就除非是拍夜景 对吧 如果是白天拍的话 基本上正常的曝光 都是要在过报1.3 1.7 有时候要到2这样子 那这个说实话 对于新手来说 是一个不太友好的 尤其是很多人觉得 听到向右曝光就认死脸 他就任何场景都要向右曝光 可是如果是在夜景 你过报个一点多档 ISO就不对了 对不对 所以噪点就很多 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算是什么 算是曝光这方面上属的容易程度 是 当然其实都两边都要学 你这边你就学尾色 你也得学一下尾色怎么去曝光 这边当然就是说 如果你也可以用加1.3 加1.7 你也可以用斑马线 但其实斑马线的话 我觉得也差不多可以 就是如果你就是调一下 调一下肤色的曝光 调一下高光的曝光 每一个都调一个斑马线的话 你其实也是可以做到 比较完美的这么一个曝光 但就是更麻烦一些些 学习这个时间成本会高一点 对可以说 可以说S-OX3的这边这个学习程度 对学习成本会比这个尾色 要稍微高一些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总结下来 我觉得他们两个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互补的机器 就是可能这方面它缺失一点 那台机子这方面就补上来了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自己拍摄 我一定Sony和BMPCC都要有 我也是 我作为自媒体来说 我这两个机器一定要有 比如说像我们拍频道 A-Role长时间录制 而且不需要自动对焦 我们人都坐在这边 那肯定是BMPCC 用ProRes 这样子后期那么长的时间 我不需要去转代理 那Sony这边有自动追焦 有的时候比如说我在滑轨上 我做一些滑轨的特殊的拍摄 我需要它自动追焦 那这个时候我触控追焦一下 所以其实在我这边 这两台机子并不能分出个高下 它们真的是功能方向完全不同 但是各个都有各个的亮点 哪个如果你问我哪个用的更多的话 就还是也是要看情况 就比方说如果我和Ezzy 我们就想周末出去玩一玩 我如果你让我选一个机器的话 就如果只是出去玩一玩 没有任何拍摄的话 我就会直接就拿起Sony 就直接一个机身 一个镜头 两个电池 一张卡搞定 但是就说如果想要拍一个 比较那个画面更好的话 那我肯定就会去选BMPCC 这确实就是非常非常忽 所以两个相机都会用 那基本上我们今天讨论的结果就出来了 就是他们是真的是非常忽 简直就是天作之合 就像我和我老婆一样 就像你和Ezzy一样 就像我和Ezzy一样 没错 好那今天这个第一期的这个 Ethan的这个私房话节目就在这边 那也很高兴的邀请到这个 Nick来做客我第一期的这一期的节目 不知道大家对这个题材 这个新的栏目有没有什么新的建议啊 或者是看法 如果还想看我第二期的话 帮我点个赞 点赞数超过一千 今天我在找新的摄影业的或者 那不要点赞 他还这样来 也有如果是在外地的话 或者国内的话 我也可以用连线的方式 反正大家如果看到我和其他的UP主 梦幻联动的话 也可以帮我点个赞 好那今天这一期私房话就在这边 我们的Q教育群在这边 欢迎大家讨论 有空来做 来做 常更新 OK 你也有空来做 压力好的我有空来做 你也有空来做 好的好的 慢点 这就是 李宗盛 我们就会赞 我们可以给你 قي一件事 的 给你 来